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诊断出有癫痫以及脑性麻痹 从小到大也经历过好几次的大手术 我们一起来看到她的故事 照片上就有一千公克的小婴儿 如今长大了 变成二十岁的少女 她是黄玉婷 未满七个月就出生在保温箱 跟死神搏斗了四个月 爸爸说刚生出来的时候只有六百克 真的只有八长大 我爸爸的时候长大而已 八长仙子长大了 爸爸也被女儿旺盛的生命力感动 不过从小考验不断 玉婷在一岁多时被诊断出 有癫痫跟脑性麻痹 在她记忆里 从小都是边哭边抚肩 大概走十到十五分钟就开始很累 想哭了 对啊 那就是可是妈妈还是叫我继续走下去 对 然后这部分就比较辛苦 然后就以前小时候会有那个站立脚 就是被脚起来站着 对 然后就一边看着一边哭 玉婷脚上身上还有多处开过刀的痕迹 六岁才学会走一两步 但七岁九岁的时候因为髋关节脱臼 动刺大手术又得重新学走路 但玉婷没有放弃 现在连上下楼梯也没问题 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坚持 然后不想要放弃 然后再加上就是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如今她是东吴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 独当一面开心享受大学生活 乐观坚强面对每一次挑战 玉婷说永不放弃是她对自己的承诺 桌上的奖牌奖状还有挂在脸上的笑容 就是最好的证明 音乐 他原来就是阳明中学的学生 然后进入那个动物大学 哲学系也多么的不容易 非常的恭喜 谢谢 我一路走来 这个很感谢家人同学 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以自己的经验来鼓励更多人 谢谢 玉婷我觉得她很乐观 一路走来我们都跟她一般小朋友这样对待跟看待 所以到目前为止 她有时候都忘记她自己的障碍 她到上车坐捷运 都说 那边有阿伯 我公我们是不是要让座 以最接近的日子的事情 昨天晚上周大观基金会带我们去高雄 去关怀高雄的一个病童 那回城的时候呢 我们有我们的一样得奖人的爸爸 吉迈尔的爸爸 在那边用餐 可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不太会用筷子 玉婷看到马上说 妈妈我们是不是要请那个大哥哥大姐姐赶快给她个汤匙 所以她主动就跟我们的大哥哥说 哥哥有没有汤匙给她 其实这就是她的 这就是玉婷 她常常就是这么有 把忘记自己 可是也因为自己所以太关怀别人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也要谢谢各位的参与跟鼓励 谢谢